再次图片 那在这个第八章的这个鸽子点这一笔句的图片里面呢 我们想复制另外一只鸽子 那怎么做呢会最自然 好首先 我们先再次一张好了 编辑先复制整张图 等一下来做比对的 那两张图都一样 我们先拿这张图来试 接着呢我们使用 这个 纺制工具修容的这个地方 点起来 我们点选这个 如果是在这个地方同学注意哦 在这里有一个印章的下方这里 纺制画笔 然后呢 点一下 它要求你要Shift键对不对 好按Shift键点一下 那这支笔头的大小 我们把它改大一点 80好了 那仔细看哦 太多了 50差不多是这样 笔头这样 好我这边再开始描了 我现在呢 左下角的框就是来源 右上角的圆 就是要纺制的地方 轻轻松松就把一支鸽子复制出来 当你滑鼠放开的时候 重新再画又要描另外一支了 所以当你滑鼠开始画的时候呢 记得一笔把它画到完 好一笔画到完 第二支 第三支 好那你在画的时候呢 就看着中间那个四方形的区块 就是你纺制的画画笔的范围 好第五支 所以透过这个纺制画笔呢 很有趣的将一张图的里面一个鸟 变成了五支相同的鸟 这是纺制的制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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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